好 接著來看到花蓮市長魏嘉賢 在25號的上午是前往復興新村視察路面的改善工程 那麼市民代表韓麟梅以及國光里長魏陽敬也都到場 由於社區巷道狹窄 工程車輛進入不易 整個刨鋪工作具有高難度 之前在定期大會提案建議要改善這個路面的市民代表韓麟梅 也特別感謝市長在定期會結束之後立即指示辦理 花蓮市公所25號在復興新村執行道路改善工程 市民代表韓麟梅和國光里里長魏陽敬也特別到場關心 麟梅擔任民意代表四任16年的時間 長期在關注我們花蓮市所有的大小路 那發現我們的尤其是巷弄的部分 我們比較沒有那麼馬上去做修補的動作 因為其實今天我們看到現場要做這樣的一個修復 其實真的很困難 那也謝謝市長關心花蓮市民的大小事 所以不論是我們的街道或者是巷弄 他都非常重視 所以在這次定期會結束之後呢 市長馬上就著手來爭取經費 來做這樣一個維護讓我們長期住在這邊的居民呢 回家的路更安全 市長魏嘉賢感謝代表會關心市區道路品質 他強調花蓮市公所不只針對市區大馬路 包括了巷弄道路也都會足以改善 讓民眾有安心安全的交通環境 謝謝我們在代表會裡面一直很關心 我們市區道路的代表們 那特別是附近新村 那韓代表在總質詢的時候有特別提出來 那我們也針對這條道路的部分 也跟里長來做相關的協調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市區的大條馬路 我們都逐步的在做修繕 那我們可以看到小條的馬路 我們也持續在做 但是附近新村這邊 那我們也是因為這一次總質詢之後 我們來做相關的檢討 那也協調了相關的工程單位 來做相關的一個道路修繕 可以看到這裡面修繕的難度真的非常高 大型機具也真的要非常小心的 把車開進去來做所有的一個鋪設 那我們真的也謝謝我們非常多 熱心的民意代表 這樣子關心我們每一項的公共工程 跟市民的生活品質 那未來我們也持續的會做相關的要求 要求我們工程單位也持續的把市區道路有破損 有需要修繕的趕快來把它做修復完畢 在現場是斜坡地勢 巷弄寬度不到三公尺 包括取料鋪設立輕都有相當高的難度 所幸市座人員經驗豐富 謹慎小心地做好每一個市座環節 讓復興新村的道路變得平准又安全 借如慧幻市報道 借如慧幻市報道